世界百種澳洲視角 歡迎收看AMBC澳洲六學網路電台 您的第一手VISA虛擬平台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Karl 今天是7月13號2020年 台北時間一大早8點多 那我今天因為非常多的關注這個香港議題的朋友們呢 因為昨天有一個澳洲的這個代理移民部長 上了這個電視節目 然後做了一個訪談 那很多人想要了解 然後也request 所以我這邊幫大家把這個新聞給翻譯一下 所以我很快速的今天早上跟幫大家做這個新聞的這個講解 所以讓我們現在看一下 因為它有一些contradition 有些有些不太明白的地方 因為在英文的解釋 當然這些政治人物 有時候講話都非常 他們要非常小心咬文嚼字 但是有時候講的不明白 不是一個plain English 不是一個正常的英文 是跟法律有關係 因為他們怕會被訴訟等等 所以呢我們先看一下 第一呢我們先看到這個新聞 就是Alan Todd就是這個代理移民部長 他在昨天 星期天 這個新聞是早上10 我們要看這時間點 10點18分 那這個新聞的title寫什麼東西 這新聞它有寫說 這個移民部長說呢 香港的公民居民呢 就是Guarantee Australian Visa 怎麼突然間又沒有簽證的感覺呢 但它其實內部的講解是這樣子啦 所以我在我們的這個 臉書的粉絲專頁也有講 它在最下面這個地方 它是說啊 它還是所有的人 還是要follow簽證的法規啦 所以呢 你不能說你有 你有犯罪紀錄 我們還讓你進來 但是這犯罪紀錄不是說你被 就是他們之後要去修的就是說 你如果是因為你在街頭抗議 被香港警方定的這個法規的話呢 這個可能會不太一樣的東西啦 所以它這邊最主要是說 它當然不能說Guarantee每一個人 那你不能說你一個強姓犯 進到了澳洲 然後還要印給你這個 citizenship 這個沒有辦法達到一般的簽證 流程的標準啦 它的意思含義是這個樣子 所以呢 它不是說這個香港公民沒有辦法 拿到他們原本要給的 就其實簡單來講 就是我這幾天講的這個 這個預估的這個 這個前景的應該是沒有錯的 當澳洲政府要開放給香港公民 能夠移民到澳洲透過庇護的方式 那他一定會幫他開大門 他不會說後面還要給你什麼condition一大堆 他這邊唯一講的是character的問題 也就是說你們看到 If there is a character concern there will be same fact 什麼意思呢 character concern就是說 serious security issue OK 舉個例啦 他如果是透過這樣子的模式 然後是這個 我簡單講 可能是中國裡面派人的進來的 他假裝是香港居民 然後來到澳洲這樣子來的 他們就不會去accept 他的意思是這樣子 但是呢在新聞的title呢 他居然寫成說 not guaranteed 但我們重點來了 過沒有多久 下一條新聞 從這個Sydney Morning Heritage 進來的 他這一條新聞是什麼時候呢 是11點52分 所以跟前面這條新聞 差了大概一個多鐘頭 一個半鐘頭的時間 又出來這個新聞 他這邊就講的比較清楚 因為這邊的程序 應該我覺得是比較達到 真實這個簽證設計的標準 所以他這邊寫 almost certainly 所以呢就是基本上 百分之九十九啦 一定會給香港公民 不只是PR 還有citizenship OK pathway guarantee citizenship for Hong Kong resident touch or but guarantee pathway to citizenship 所以基本上是 almost certainly 他這邊講touch 就是這個移民代理部長 or but guarantee pathway to citizenship 就是說 你要轉成sensorship 但是另外一個問題啦 但是你有簽證 你有PR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他基本上他的概念 就是這個樣子 但是轉成sensorship 是要再常駐 那又是另外一個法規了 每一個人都一模一樣的移民 不管是技術移民 投資移民 後面要拿到passport 又是另外一個法規 他們最多就是給你給到PR 這樣子啦 所以我這邊跟大家 很快速的解釋一下 他裡面講什麼 所以這邊講 Acting Immigration Minister Allen Touch says through thousands of Hong Kong students and workers almost certainly almost certainly guarantee permanent residency if they pass security and character test 很簡單嘛 你當然你一定不能有 很嚴重的犯罪 或者是你有一些 國家機關的這些 比如說你是間諜來的啊 那你當然 如果我都不是一般的公民的話 almost certainly permanent residency 所以這邊是最重要的 我覺得這句話是最重要的 那下面基本上就是講 我們之前講了給五年的簽證 然後後面再轉成PR 那他這邊也說 a person will have opportunity to be a permanent residency at the end of their time here in Australia 所以講的很簡單呢 你只要拿到簽證五年後 就轉成PR OK If there is a serious security concerning relation 那當然呢 你如果是有重大的犯罪記錄 你可能是殺人犯啊 或者是等等的 那你當然這樣是不行 那按照原本的簽證法條 任何的簽證都不會給過的嘛 他只是在講這個東西 所以基本上我們這邊可以看得到 那下面基本上都是follow 我們前面好幾個video所講解的東西 所以呢應該不會太差異會太大 像我們這麼講解 所以他有兩條新聞出來 讓大家非常非常的confused 但是我這邊要給大家看的 最重要的重點就是 第一句話啦 這是第二條出來更新的新聞 就是說這個minister Allen Touch said Thousands of Hong Kong student workers almost certainly almost certainly 基本上就是百分之八九十 guaranteed permanent residency 所以基本上PR一定都會有了 這五年後就會一定會有了 但是呢 citizenship沒有 那當然這個是法規上沒有問題 這是你拿到PR以後 你還要轉這個護照的話 那還有另外一個關卡嗎 那這還有另外一道 就是character check 所以呢 我這邊跟大家很快速的講解 這兩篇的新聞到底在講什麼東西 其實很簡單 就是我之前的video 跟大家還有直播 已經跟大家說了 澳洲如果要開大門的話 他不可能還給你放condition 讓你又回到香港 回到中國去 那你後面一定會出更大的問題 沒有人說我用人道方式把你救出來 還把你踢回去 這doesn't make sense 他只是說先給你開大門 但是你進來的人 可能有些亂七八糟的 那他還是會有一道關卡去filter 如果他們發現 你有一些國家安全 就是澳洲國家安全 concern 的一些問題的話 他當然不會讓你進來 OK 那這次我們很快速跟大家 幫大家講解 很感謝這個週末非常多的觀眾朋友們 還有踴躍的參與我們的討論 那當然很多人希望我來這邊 再直接的講解這個新聞裡面的內容 那當然歡迎繼續 大家繼續在我們的留言區做更多的討論 有什麼問題可以直接留言在這邊 那希望大家能到我們的臉書粉專榜 盤上大大的讚 還有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接下來還有非常多的消息和新聞會update 我們會在最快的時間內分享給大家 謝謝觀賞 掰掰 掰掰